女人第一次不穿内衣相亲 吃完饭二人来到小树林 男人也是生猛 直接夺走了她的初吻 突然女人嘴里传来了炒年糕的味道 等等 炒年糕 随后她就被送到了医院 原来是辣椒过敏 女人名叫小雪 是一名泌尿科医生 可谓是月鸟无数 这天睡得正香 突然隔壁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刚想回去继续睡觉 楼上静佑传来了滋滋的电钻声 打扑克的声音混合着电钻声 简直要把她逼疯了 愤怒的她 直接找到物业投诉 但却被告知是新搬来的住户装修 这时物业说有她的快递 但是盒子失了 想给她拿个袋子 被她拒绝了 下一秒 竟然是一盒子小气球 路过的男人直呼不得了 小雪解释说这是教学用的 这时男人到物业说 自己是新搬来的701住户 要取停车证 小雪一听701 这不是自己投诉 那个用电钻的家伙吗 于是上去就是一顿输出 男人笑笑 也不生气 直接就是以专业的角度 分析了一下小雪的病情 호르몬 불균형 그 나이에 남들 하는 거 못하면 이것도病이거든요 病 病이야 내가 뭘 못했는데요 男人名叫姬哥 是个妇产科医生 可以说是对女人的构造了如指掌 小雪当然不担心 于是开始用自己的专业反击 这天姬哥刚停好车准备回家 却发现旁边要停车的是个女司机 而这个女司机 正是小雪隔壁早上打扑克的小红 小红发现了新猎物 想让姬哥帮自己停车 但作为一名指南 姬哥直接把自己的车子挪到了旁边 然后也不理会对方的道歉 直接转身就走 没一会小雪开车回来了 看着自己的车位被占 直接拨打了车上的电话 但姬哥正在洗澡 根本就听不到电话 这时小雪看到车上显示的房号 竟然是701 她顿时被气笑了 直接就准备上去教育对方 而此时的姬哥 接到了物业的电话 说是有她的快递 随即她穿上衣服也没错 直接去楼下取快递去了 她前脚刚走 小雪气势汹汹的就来到了她家门口 按门铃没人 敲门也没人 愤怒的小雪直接进入了房间 这时姬哥回来了 吓得小雪赶紧躲了起来 姬哥打开快递 挤出药膏 直接开始给自己按摩 这一幕刚好被小雪看到 她想赶紧离开这里 没想到姬哥却突然起身 第二天姬哥来到了自己 新开业的复刻诊所 没想到竟然在隔壁泌尿诊所 看到了小雪 吓得她掉头就跑 晚上下班 二人再次相遇 助理问小雪认识吗 小雪说那是相当认识了 然后比了个手势 随后在饭店 听完小雪的讲述 助理笑得不停 就在这时 鸡哥带着自己的员工 竟然也来了 这可真是冤家路者呀 在员工的强烈要求下 一群人坐在了一起 几杯烧酒下毒 二人竟然坐到了一起 借着酒精 小雪说用不用我给你制一制 愤怒的鸡哥直接站了起来 没想到汤汁洒到了小雪身上 鸡哥赶紧拿纸给小雪擦了起来